周立波于美国纽约当地时间19日凌晨,因涉嫌非法持有毒品、非法持有武器、非法持有枪支以及危险驾驶而遭到逮捕。 同时被逮捕的还有同车的周立波友人,名叫唐爽。 检方会如何指控周立波和其友人的涉嫌罪名,之后法庭会如何量刑、最后如何审判等等话题都引来大众关注。 对此,美国知名刑事辩护律师邓铜先生就用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。 邓律师认为,一般对于外籍涉案人士,法官可能会考虑到避免其潜逃的可能而一定程度上增加保时金额。 如果周立波能交保时金,可以依法申请变更开庭时间。 邓铜先生介绍,美国纽约州关于毒品的法案在全美是相对比较严格的。 根据纽约州刑事法第220条,如果非法携带可卡因超过8盎司,约240公克,则是一级重罪。 触犯者会面临8到20年刑期。 由于现在新闻只透露警方查出两袋可卡因,并未指出这车上两袋有多重,因此我们只能等待检方的调查结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